候選人柯文哲跟立委候選人馬志威同框拍宣傳照 因为他本来就是民众党员 却因为跟中国走太近 没有被党中央提名选立委 只能以乌党籍身份自己选 如今却爆出涉嫌收受中国资金 违反反射痛法遭到积压警戒 这把火恐怕因此烧向柯文哲妈 人家查起来就说 跟中国关系太密切 所以后来投票就没过 所以他就 所以他这一次就自己去参选 那自己参选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法令说 说他去怎么处理这个 换句话说早就知道 他的背景不单纯试图切割 原来马志威早在去年四五月间 就以妈祖绕境名义飞往厦门 但当时民众党并未批准 他改以个人身份前往 后来才发现他被剪掉钉上 成了中共戒选的一颗旗子 我们现在也不晓得到的意思 因为他因为你要明白讲 他应该也是很小咖 怎么怎么会去 我还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 直言马志威其实很小咖 可批说党内人很多 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地方背景 那天是我们的行程 我们的公开行程 所以如果人家顾一下站到你旁边来 那这个也是很难避免 才刚同框柯文哲两天后就被收押 大选倒数不到一个礼拜 成了第一个被收押的立委候选人 也被外界质疑 剪掉收网的时机点会不会太过敏感 继续问公平容 那文中采访报道